这美女是我见过最歹毒的诈骗犯 她把上千个老人贴在墙上 绿色标记代表是肥羊 红色表示快被她炸干了 去世了直接撕掉 再寻找下一个目标 但这些老人的子女都拿她没办法 因为在米国 她的这种行为竟然合法 如果老人无法照顾自己 法庭就会指派有条件的陌生人 成为你的法庭监护人 照顾你的生活 支配你的财产 靠着这奇葩法律 小美创造出一条合法的诈骗产业链 第一步从医生那里锁定目标 并伪造出老人无法生活自理的证明 第二步申请成为老人的监护人 靠着小美伪装的完美形象 和绝佳的口才 法官从未拒绝过 第三步把这些老人送进自家养老院 没收手机悄悄软禁 然后小美就可以带着手下 疯狂搜刮他们的家产了 点当手表 抵押房产 车子名画全部拍卖 这些脏钱全都进了小美的荷包 但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这天小美新抓到一个肥羊富婆 可富婆的身份并不像表面那么简单 这天手下正在搜刮富婆的资产 出租车司机阿伟却突然造访 阿伟一看老太太不见了 屋子里全是装修工人 出租车来到一间废弃停车场 停在一辆豪华轿车前 车门很快打开 走下来的是本市最狠辣的黑帮大佬丧彪 丧彪身高不足两米 可对母亲却很孝顺 原来那位看似普通的富婆 其实是丧彪亲妈 只是为了不被仇家发现要挟 母子俩一直表面断绝联系 私下偷偷见面 可现在妈妈居然不见了 丧彪怒火中烧 命令她赶紧找出妈妈的下落 很快阿伟就把小美的照片送到丧彪面前 得知小美成为妈妈的监护人 还把她软禁在养老院 丧彪气炸了 她强迫自己冷静 派出自己的心腹律师找小美谈判 刚一见面 律师就威胁小美交出监护权 见小美态度强硬 律师又拿出15万美金 劝小美见好就收 可惜律师低估了小美的野心 也低估了她的智慧 这么一大箱现金出现在面前 任谁都会多看机验 但小美却瞟一下就一开视线 因为她已经看到了这些钱背后的深意 第一富婆竟然值这么多钱 那么代表富婆一定很重要 第二 既然富婆很重要 那她一定值更多钱 之所以小美赶狮子大开口 是因为她钻了法律漏洞 现在是富婆的监护人 只要她不同意 富婆就走不出养老院 律师只能幸幸离去 谈判不欢而散 小美找到富婆 问她到底是什么来头 富婆笑了 律师回到公司 被丧彪打成了孙子 既然软得不行 那就硬抢 她派阿伟进入养老院 然后强行带走富婆 眼看就要走出大门口 却被小美偷袭 制服了阿伟 此时警察也来了 和守卫一起把富婆带了回去 丧彪眼睁睁看着妈妈被拖回养老院 可也只能无奈离开 为什么不下车救人 答案很快在警局揭晓 警察告诉小美 被抓住的阿伟 在报告中显示 已经在多年前身亡 当时和她一起死的 还有丧彪 这就是丧彪无法现身的原因 没想到一场骗过仇家的假死 如今却成为她无法救出妈妈的束缚 小美得知自己惹的是 如此危险的人物 她赶紧转移好财产 准备和手下逃到国外 可就在去机场的前一个 小美低头一看 是一针麻醉剂 她知道这下麻烦了 醒来时 丧彪已经恭候多时 丧彪什么都没说 直接给了她一个下马威 直到小美即将窒息 丧彪才撕破塑料袋 她逼迫小美乖乖放人 甚至找到了小美的妈妈 威胁要杀了她 可一个专门迫害 其他父母的恶毒女人 哪里会管自己妈妈的死活 小美毫不慌乱 甚至更加嚣张 告诉丧彪 就算她现在死了 丧彪也拿不到妈妈的监护权 还不如给她一千万 看着这样嚣张的小美 丧彪再也忍不住了 如何把谋杀伪造成意外 其实方法很简单 灌入酒精 接着把车开到斜坡处 拿出千斤顶架起整辆车 给小美挪位挂挡 细心放好一瓶酒 然后轻轻一推 一场看似意外的车祸 就完美形成 但车刚掉下水 小美就惊醒过来 高智商的她很快冷静 解开安全带 靠着多年健身的力道 瞄准一个薄弱点 踹开车窗 终于在耗尽力气前死地逃生 她急忙赶回家 才发现丧彪对她的手下也下手了 幸好小美赶在爆炸前 将她带了出来 看着重伤的手下 她下定决心不再逃跑 与其被动成为猎物 不如成为主动出击的狩猎者 小美通过车牌号 找到丧彪的司机 一路跟踪 找到了丧彪的老巢 她一戎打扮来到地下车库 先是一枪 再是一针 然后带着被迷晕的丧彪离开 扒光她扔在马路中央 第二天 一个路人在荒郊野岭中 发现了全身赤裸的丧彪 很快将她送往医院 丧彪醒来时 坐在她面前一脸得意的正是小美 她举起报告 告诉丧彪一个噩梦般的消息 由于丧彪假死没了身份 所以现在医院把她登记成了无名室 而小美顾忌重施 拿到了丧彪的监护权 拥有了操控她未来的能力 这一仗 小美彻底打赢了 小美找丧彪要一个亿 不给钱 就让她一辈子烂在医院 可丧彪却提出了一个新访案 她说她说的心服口服 甚至佩服小美的才智胆识 现在她想给小美投资 丧彪告诉小美 如今你只有一家养老院 只能收容几十个监护老人 就算拨光他们的家产 也只能赚到一点点 如果我给你投资 开几十家甚至上百家养老院 我们去收割全米国的老人 那我们能赚多少钱 一起赚钱成为合作伙伴 还是载一笔钱反目成仇 聪明的小美当然选择前者 之后丧彪和妈妈终于团聚 小美的公司也越开越大 赚到的钱越来越多 被剥削 被迫害的老人也越来越多 小美成了成功的代名词 没人在乎她的钱 沾上了多少眼泪和鲜血 似乎连她自己也忘了 但还是会有人提醒她的 这天一个男人突然叫住小美 新闻里 小美的采访还在继续播放 罪恶的确让她功成名就 可别忘了 被践踏的血泪 总会在背后提醒 这份成功究竟有多脆弱 小美的采访还在继续播放 小美的采访还在继续播放